今天呢 带大家第一次参观 孙女权美术馆啊 这些艺术作品啊 虽然我的拍下来那么久了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这一次也是我首次剪 现在在这里面的作品呢 应该是目前这个保水区里面 应该是最贵的 一个一个来讲解 好吧 好 开始了 首先呢 这个应该是一个 这个美国啊 去年起来的这个新锐艺术家 叫做Furicious Furicious 他的一个字画像 这一套整体成本呢 不高 小几百万美金 刚刚崛起的 年龄比我还小呢 九几年的一个艺术家 但是他去年在美国是很火 这个认的啊 是属于现在新近的一线的 这种LGBT艺术家里面的典型 这是他的这个自画像 这是Andy Warhol的三幅自画像系列 这个大概是两三百万美金 而且是买了三幅 买了三幅 一幅可能就一百万美金 这是孙宇晨的自画像 开玩笑 我我不会画画 如果我能画出这么有的作品 我可能也改行 吃艺术这碗饭 这个是中国的知名艺术家 也是马云校长的老师了 曾凡志画的孙宇晨的画像 之所以放在第三个街上 我觉得就是比这两个 可能未来还要更贵 刘德华也有一幅类似的 但是刘德华那个是蓝底的 我觉得我这个橘色的 我觉得其实是更具一种感染力 摸一下 这我第一次看到 摸一下摸一下摸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对艺术了不了解 我给大家也稍微讲解一下吧 这个一般懂行的人 一看就知道曾凡志的 因为是一个曾凡志的 这个狂草系列吧 还是不错的 也是曾凡志与加密 后比艺术家首度合作 画的这么一个孙宇晨的 这么一个画像吧 这个是毕加索的 戴项链的女人 这幅画呢 是2021年 加士德伦敦拍卖 拍卖会前的封面作品 在拍场前 预估的时候 是整场拍卖会 已经是被预估为 一定是最贵的 也一定是最好的 就是相当于 这个作品是超越 整场拍卖会里所有作品的 就是英文讲 就叫Trophy Art 大哥级别的 这个是 我没记错 2000多万美金吧 毕加索的作品呢 主要看几点 首先第一个呢 我的理解是看年份 毕加索我理解的 所有作品最贵应该是 好像是1932 我这幅画呢 就是最贵的那一年的 就是最好的那一年的 1932 然后呢 模特也很重要 这个现在裸女啊 躺的这个 侧躺这个裸女 叫做Mary Teresa 当然塞 色彩表现力也很重要 然后我们这是绿色红色 它是颜色非常鲜明 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了 表达主题也很重要 像这幅是裸女系列 也是整个就是 系列中 最最最最重要的 这幅画 在毕加索的所有作品里 品相是最优的 除了唯一一个缺点 好吧 咱们这也不能 王头卖娃自卖自夸 讲讲缺点 唯一一个缺点 就稍微有点小 但是呢 大有大的不好啊 毕加索和莫奈啊 有的大的作品 是后人补的 就比如说你看 比如说就比如说 这一块这个 这图的这两下 他都是他的儿子 或者他学生补的 那一补你不就 不行了吗 价格就直线下坠 这幅画呢 整体除了小一点之外呢 其他品项 已经是毕加索作品里面 最优的了 我记得我这个拍子 这个也创架了 毕加索 作品 单平方米的天价 跟买房一样 你知道吗 最后呢 咱们这个实拍 是拍摩会的亚军 应该是 这个就是重头戏了 大家不要看这个 好像钢筋混净土的 不能开国际玩笑 这一个拍卖价格 7800万美金 甲克梅蒂的鼻子 也当然是他的代表作 除了这一件事 咱们私人藏品 其他全部都在博物馆的 先介绍一下 甲克梅蒂奇人 瑞士国宝级雕塑家 作品呢 全部都在瑞士的博物馆 现在艺术品领域呢 这个雕塑是扛把子 没有比它再强的了 雕塑领域 已经是毫无悬念的 一哥了 去年整个全世界拍卖 最大的一场拍卖呢 叫做纽约麦克罗威拍卖 麦克罗威呢 一共拍卖分两场 上半年的这一场啊 把所有最贵的拍品 基本都在上半年拍了 上半场的这个封面 就是这个品牌 所以这个应该是整个 所有麦克罗威收藏里面的 也是第一名 我这今天第一次见 我觉得从他的这个品价来说呢 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可能已经远超同等重量的黄金 我这个就是艺术和雕塑的魅力吧 还有一些作品 因为各种原因啊 送到中国上海的一个美术馆 接着上 下次等回来了 在大家参观 但是最贵的镇馆之宝 已经在这了 你就这样的一幅作品呢 一般放在一个这个 正常的好的欧美的严肃的 这种美术馆 也算镇馆之宝了 尤其这个鼻子 我觉得虽然我们的价格并不是很贵啊 七千八百美元 但是呢 在这种美术馆量级 我觉得已经算是在一亿美元量级的镇馆之宝了 我买这个作品呢 我们现在也成为了整个亚洲吧 这个甲克梅蒂举足轻重的藏家了 而且就算有的 可能也听到在几百万美金量级 不仅是钱的问题了 不仅最贵的 我觉得整个美术史的当量和量级和水平雕塑里面 肯定是第一了 这个也是这个A.NFD基金会的这个我们的主要藏品 包括我们现在这幅鼻子也已经跟甲克梅蒂基金会 搞了几次活动 包括很多图测的一个宣传 他们也会办一个甲克梅蒂基金会 会专门跟 和大都会美术馆会专门办一个甲克梅蒂的鼻子的这么一次展览 大概就这样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